当全球的氧气突然消失 人类还能继续火下去吗 这是一个潜水难浮出水面 当他把呼吸器拿下来 立马感觉到不对劲 奇怪的是呼吸变得困难 于是他赶紧带上氧气罩 此时男人彻底懵了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死心的他再次取下呼吸器 这次无法呼吸的感觉更加强烈 好像地球上的氧气全部消失 无辜死去的动物 热闹的街道空无一人 都让男人感到无比恐惧 直到他看见车里的姑娘早已见了上帝 悲痛欲绝的男人扯下花朵 告别心爱的姑娘 拖着氧气瓶踏上求生之路 好在不远处发现一所房子 还在滴水的衣服 说明房间里有人在住 在这里他终于找到第二个活人 他赶紧举举手投降 示意不会伤害对方 女人怀里六百多个月大的宝宝 因为没了空气呼吸 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他绝望地问潜水渊 为什么我们不能呼吸 潜水渊用手语比划着我也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末日 唯有两人结伴而行才有机会 女人虽然万般不舍死去的孩子 最后还是很下心跟男人一起走 随后两人把仅剩的氧气罐 全都小心翼翼地搬到车上 就这样他们开着敞篷车 到处寻找生的希望 整个城市仅剩下两个人 因为空气中突然没了氧气 而令人失望的是 街道上躺满了尸体 两人来到超市收集物资 发现收银台上的电话 女人犹豫两年后还是打起来 然后拨通求救电话 电话里发出的嘟嘟声 回荡在整个小小的超市里 等了半天也没有人接 此时氧气也只剩下最后三瓶 他们仍然抱有一丝希望 女人拉响手中的警报 男人也燃起信号弹 希望能引起其他生还者的注意 直到烟雾散尽 他们彻底失望 男人的氧气也快见底 两人靠在一起准备等待死亡 突然空中出现烟花 两人激动地露出西班牙 顺着烟花的方向 他们来到远处的别墅 可进去后看见惊人的一幕 这里的人全都遇纳没了呼吸 而刚刚燃放了烟花 净是电子烟花 最后的希望也彻底消失 潜水男打开音乐 两人依偎在一起跳舞 很快男人氧气彻底用完 他赶紧换上女人最后一瓶氧气 凑巧的是女人的氧气也没了 他想让男人还给他 可对方并不愿意 如果还给女人自己也会嗝屁 于是两人瞬间翻脸 为了争夺最后一瓶氧气 两人直接撕打在一起 争夺中墙上的装饰掉在地上 而他们并没有发现 氧气管已经缠住两人的脚腕 直到他们被绊倒在地 男人露出痛苦的表情 女人回头才发现 鹿角已经刺穿男人的身体 挣扎过后男人便没了反应 女人被这一幕吓坏了 他轻轻拿掉对方的呼吸器 以及上面的护目镜 这才见到男人的真面目 此时女人后悔不已 本来和自己一起求生的人 最终却死在她的手里 她伤心地摘掉氧气罩 紧随男人而去 在生命面前人性的贪婪暴露无遗 如果真的仅剩一瓶氧气 你会让给别人还是留给自己呢 所有人不能睁眼 一旦睁开眼睛 身体会被神秘力量控制 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送走 甚至坐进着火的汽车里 把自己扎成扎开灰 而一个红发女人 正在用头创击玻璃 尽管都溜出番茄汁来 她还是不顾别人劝阻 继续疯狂地使劲装 安娜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吓得赶紧逃跑 她让妹妹快点开车 然而下一秒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人群拼命地奔跑 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 到处都是汽车装击声 诡异的是妹妹突然双眼流泪 接着变成了黑色 身体不受控制 咔的一脚油门下去 直接创上躺着的汽车 脸儿肯定完蛋了 让安娜看视频点的赞和关注 毫发无伤地从车里钻了出来 妹妹却直接领了喝饭 这也太可怕了 她只能跟着银群逃跑 这时安娜不小心摔倒 一个女人想要扶她 突然好像看到了什么 静止朝着着火的汽车走去 结果汽车爆炸 还好男人扶起安娜 躲进一户人家里 他们害怕坏了 这是电视里播报 只要看到空气里的怪物 人们都会不停自杀 黑哥赶紧拉上窗帘 看不见怪物暂时是安全的 然而房主十分地好奇 想通过监控看个清楚 很快一阵阴风吹过 男人瞬间眼睛发黑 渐渐失去了意识 其他人听到动静赶来 捂着眼把屏幕踩碎 可他们睁眼后发现 房主已经领了热乎的盒饭 众人彻底绝望 更让人绝望的是 食物也都吃光了 为了继续活下去 他们必须出门寻找食物 可是外面都是怪物 到底要怎么出去 不用眼睛怎么开车 用报纸弧珠车窗 挡住汽车影像 导航定位好位置 用感应器观察哪里有障碍物 每个人都胆战心惊 突然咔嚓一下 感应器疯狂报警 显示前面有障碍物 男人把车停下刚要到车 谁知后面也发出警报 可怕的是他们头顶划过巨大的黑影 小棒吓坏了想要出去 更可怕的是警报显示 周围爬满了东西 突然车子剧烈摇晃 如果再不离开这里 他们全都嗝屁 黑哥赶紧猛踩油门快速离开 众人有惊无险来到超市 他们不敢睁开眼睛 一路摸索前进 进到超市终于安全了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采购 外面就传来疯狂的敲门声 有人在求救 黑哥准备放他进来 可那人突然窗门 三个人都挡不住 关键时刻小胖猛地冲上去 可遗憾的是 很快一袋黑血流了进来 显然小胖领了盒饭 没办法他们赶紧逃回家里 这天两个孕妇同事生产 大家手忙搅乱 而西装男变得诡异 他拿出全只怪物的画像 竟然拉开窗帘 撕掉窗户上所有报纸 随后把黑哥一拳打倒 冲进孕妇房间 快速地拉开窗帘 强迫他们看向外面 然而胖妹躲闪不及 眼睛变黑被怪物控制 他搜得冲向窗户 直接把自己送去了戏背 年轻的奶奶上前阻止 却被禽兽死死抱住 强行扒开他的眼睛 就这样奶奶也被脏东西控制 拿起不要钱的剪刀 哭斥扎死了自己 正当男人对阿娜下手时 黑哥赶来干掉了坏人 五年后 两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了孩子 但他们只能蒙着眼睛生活 这天一群不速之客闯入 他们清楚是怪物的信徒 黑哥让女人带孩子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疯子们把他团团围住 一人拿起钩子 想摘掉他的眼罩 黑哥堪式反击 但他也受了重伤 为了给妻子争取时间 他只能拿下眼罩 一枪干掉了所有坏人 不出意外的他也看见了怪物 于是举枪送走了自己 虽然阿娜悲痛欲绝 但为了两个孩子 他只能离开这里 结果两年的辛苦跋涉 终于找到一个避难所 在摘掉眼罩后发现 这是一家盲人员 直入形成了保护罩 怪物根本无法靠近 故事的最后 李主带孩子留在这里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影片中从未出现的怪物 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这个怪兽太恐怖了 竟然长着一张公主脸 和蜈蚣的身体 更恐怖的是 他的双腿 是由几百人的手组成 悬浮在白空中 死死盯着年轻的大爷 露出诡异的微笑 而在这个奇葩的小镇 还有更多可怕的怪物 那么这些怪物从哪来的呢 原来 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小镇 里面住着大量的吸血鬼 他们见到人类就咬 只要吸食的够多 就可以进化成超级怪兽 不仅长相可爱 身材也异常的魁梧 而这些吸血鬼全都是 不死鬼王的手下 他之所以不老不死 是因为每天都会 吸食成年女孩的鲜血 传说能消灭他的 只有一种叫501的药水 但是伤千年过去了 还是没人能找到 而小镇上性情的人类 一直在和吸血鬼抗衡 淡淡是其中最狠的一个 却怎么也打不过鬼王 为了拯救人类 只能找到传说中的药水 随后他们闯进一座矿洞 却发现一大波吸血鬼 由于淡淡带有主角光环 咔咔几下 就放倒了所有坏人 让人没想到的是 洞里却出现了更诡异的怪物 这是我见过最哇塞的怪物 不仅有着美人脸 还长着乌公的身体 可怕的是 只要跟他对视双眼 他就会招你做上门女婿 但是两条腿 怎么会跑得过上百条手呢 刚开始怪物像个公主一样温顺 不时地弹出比头还大的头 慢慢地如动了身子 可无比激动的黄毛 突然脚下一滑 他正担心被怪物看到 可结果两人对上了眼 等他再次转头 妈妈咪呀 怪物公主顿时羞红了脸 两眼放出红色的金光 眼看美女怪物张开大嘴 同伴让他赶紧跑 可看到这恐怖的一幕 吓得男孩 双腿直大哆嗦 愣在了原地 关键时刻 正好一把推开了他 这才暂时逃过一劫 却也激怒了怪物 几人赶紧往上跑 怪物迅速掉转脑袋 一秒八百的时速 慢慢地迅速往上爬 这时他们发现一扇门 两人相钻了进去 可陈好还在后面 就在这时 怪物搜的一下扑了过来 危急时刻 陈好最终冲进了门里 让人没想到的是 怪物还会说汉语 黄毛来不及高兴 赶紧带领大家逃离这里 可路口实在太多 他也蒙了圈 只能随便指一条 此时的怪物公主 却从另一条路追得上来 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快速向他们跑来 这下完蛋了 他们只能坐火车走 可火车年代久远 咕噜已经生锈 怎么推都没反应 眼看怪物越来越近 他们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双腿使劲蹬 终于在最后的时刻 成功地躲过了怪物 男人推着火车拼命跑 怪物在后面紧追不舍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这时眼镜哥发现 背包里还有好东西 于是每人拿起一颗 酷尺全都扔给了怪物 他们以为怪物怕了 还没来得及庆祝 可下一秒 怪物就从对面冲了过来 因为火车没有绞杀 他们只能跟怪物相闯 幸运的是 火车落到怪物的后背上 就在以为安全时 却发现前面已经没路了 更幸运的是 怪物竟然也从后面追了上来 为了不被抓走 当上门女婿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火车冲出了洞口 美女怪物由于惯性 差点掉了下去 因为不会游泳 只能气愤地缩了回去 结人才逃过一劫 女孩的眼睛变红 接着长出尖牙 瞬间变成了吸血鬼 为了拯救村民 蛋蛋独自来到鬼王老巢 一只金化的吸血鬼出现 咣当一下 把蛋蛋的大宝剑砍碎 突然抓起衣领 死死咬住蛋蛋的脖子 危急时刻 蛋蛋举起手里的断剑 咔嚓一下 插进了吸血鬼的眼睛里 这才得到了501神药 也炸毁了鬼王的老巢 让人没想到的是 鬼王从暗处走了出来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人类能否战胜 而拿到神药的蛋蛋 到底能不能打败鬼王呢 结局究竟如何 原片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但我想 男主一定会有 你们觉得呢 给你100万 你敢吃这块蛋糕吗 男人仅吃了一口 结果被怪物缠上 刚开始他还觉得挺好吃 可下一秒 借着嘴里拽出10米多长的短发 可怕的是到了深夜 屋里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搜了一下 只好吓得一机灵 可人影却不见了 他刚想继续睡觉 肚子却传来一阵剧痛 他跑进厕所使劲呕吐 竟然吐出一团头发 男人顿时蒙了圈 第二天 他根据包装找到蛋糕店 奇怪的是 老板说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蛋糕 更奇怪的是 蛋糕居然完好无损 可昨天明明吃过的 这时他看到外卖员 小哥看见男人 吓得撒吓腿就跑 男人感觉到不对 立马追上去 逼迫小哥说出真相 原来 那块蛋糕是被诅咒过的 要想解开诅咒 三天内必须传给别人 否则即使家里有再多食物 也会被活活饿死 因为吃下任何东西 都会变成渣渣灰 外卖小哥就是上一任受害者 男人经过思考 把诅咒的蛋糕 送给了他最喜欢的叔叔 那么他能解开诅咒吗 男人喝下果汁 嘴里居然喷出粉末 这是什么玩愣 男人不信邪 塞满一嘴的青菜 还是粉末 吃黄瓜 竟然还还是粉末 我的老天鹅呀 男人彻底崩溃 他愤怒的切开肉饼 大口的糟了起来 结果还是粉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豪打开冰箱 到里面翻找吃的 突然伸出一只白白嫩嫩的小手 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他赶紧来到叔叔家 在垃圾桶里 找到被扔的蛋糕 随后开了场直播 邀请粉丝来家里吃大餐 他拿出俗粥蛋糕 就从里面抽出头发 很快来了大批粉丝 可至始至终 都没人愿意吃那块蛋糕 陈豪不淡定了 表示谁愿意尝一口 就给一万美刀 一个黄毛帅哥蹦了出来 可就在粉丝马上吃下时 男人一阵恶心 竟然熬出一团头发 粉丝们吓坏了 赶紧逃离这里 陈豪惊魂未定 那个女鬼又出现了 男人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为了不被饿死 他忍着恶心 吃了一块被诅咒的蛋糕 可下一秒 他全身诡异的抽搐 搜的一下 穿越到了女人的回忆中 他看到了那个女鬼 蛋糕是给儿子做的 可男孩不愿吃 哭吃一下 把女人推到桌子上 当场没了呼吸 陈豪瞬间明白了什么 狼吞虎压的躁了起来 长相哇塞的女鬼 这时从冰箱里爬了出来 很快蛋糕只剩最后一块 但女人也近在咫尺 他伸出手 把蛋糕随进男人嘴里 检查陈豪全部吃光后 竟然凭空消失了 男人成功解除了诅咒 看完这个故事 你还敢乱吃东西吗